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 可能一不小心就上当 高龄党者多数的时间 子女都不在身旁 如果收到来路不明的消息 没有人可以查证询问 为此 幸福山社区发展协会 就邀请了博爱四路警员 到社区据点进行反诈骗的宣导 如果是假讯息的话 现在有165反诈骗专线 你可以打165 因为以他们今天来讲的话 你跟他讲案情 或者是你收到一些简讯的内容 他们大概会跟你讲说 这是属于诈骗的 也可以打掉110 或是打掉来我们博爱四路拍手 询问一下 因为现在诈骗很多 有类似的案件的案情 我们可以跟他分享 看这个是属于诈骗的手法这样子 诈骗手法千百种 为了加强高龄党者 对于讯息增加的分辨能力 社区据点利用上课时间 融入反诈骗的宣导 我就针对长辈 他反诈骗的部分 就长期的宣导 那因为在白天都没有家人在的情况下 这个长辈就比较容易受骗 因为没有家人可以讨论 然后他慌张就开始汇款了 透过宣导让长辈学习到 如何分辨真假讯息 如果不知道的部分 就可以透过165反诈骗专线 或110来寻求协助 碰过很多次了 都有什么你中奖了啦 还有姑姑你现在过得好吗 我现在接钱啦 要不要接具有啊 还有什么 哦 好多好多细事不完 还有妈你赶快来救我 被快被打死啦 什么你被打死算了 我觉得这个对那个 很多老人家来讲 是真的很 很好啦 期望透过警员的宣导 让阿公阿嬷了解到 新的诈骗手法和求证方式 未来如果遇到更能处遍不惊 甚至还能提醒亲友 避免受骗 记者吴秉原 郑志源高雄报导